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疫情还是非常大的影响行情 那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说美国开始了它的 开始了它的这种无限制的量况 那无限制量况开始之后 股票市场就做出了非常清楚的反应 前几天给各位去推荐了一个产品 推荐了一个产品 就是推荐了一个特斯拉 420的时候的特斯拉 现在特斯拉来到多少 现在的特斯拉来到了 图还没跳出来 好 现在的特斯拉来到了505 505已经涨了 我们说在中间已经涨了一个 在这个时候涨了16% 涨了16% 所以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说 这些行情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会出现一些非常良好的交易的机会 特别良好的交易机会 那这些交易机会我们说 它在走的过程当中 这些交易机会 当它越过这些关卡价位 越过前期高点的时候 它的机会就来了 那现在的底部逐渐开始已经走的完毕了 走的完毕了 那如果各位 就是 其实你们在这个交易账户当中 也可以去开这个 这个美股 也可以开美股的这个交易 其实就用自己的MT4账户上的这个钱 往过一划 一划就划过去 一划就划过去 就可以交易了 那像这种特斯拉的股票 当然你 你如果不用杠杆的话 500多一股 它也是价格比较高的 这个股票 然后我们这两天 还有还给大家推荐了一个BK BANK OF NEW YORK 纽约的梅隆银行 今天涨了12.7% 这都是相当好的这个行情 相当相当好的这个行情 随着 随后我会 特别是在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 三点 对应的美国时间 是它的9点钟 晚上的9点钟 中国时间的12点钟 对应的美国时间是9点钟 那股市刚刚停 股市刚刚停 中国的A股也是运行的 也是在最近几天的时候 走的也都不错 所以整体来说 股票市场都是走的相当强劲的 这是A股的走势 一根大阳线穿上来 所以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上 最近的一段时间上 它的这个行情 也是走得非常非常棒 还有这个达美航空的这个徒型 那有的投资人 它中间 它是做 这个 它是做这个 做这个股指的 那有的投资人 是做 的